我是來自屏東一個鄉下訪聊的一個地方 我的父親就是一個藥師 他為人很親切 所以在當地呢 為這個鄉里門健康做把關 因為我在紐約就是完成我的氣管措施以後 當下也很想在美國工作 但是因為看到父親這麼辛苦 而且父親的付出這麼大 那也毅然決然就放棄美國工作的機會 回來家鄉跟我的姐姐 因為我姐姐也是藥師 跟她的一起經營這個藥局 在很多的先進的引進之下 我到日本去參觀 到日本的參訪的這個藥局的過程裡面 發現藥局這麼多的這個 好像很多人都在購買 所謂的這個日本的叫做無共薑黃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呢那時候就開始接洽 那怎麼樣把這個好的產品 好的原料來導入來我們台灣的這個市場 在藥局的這個產業裡面其實保健產品的銷售已經超越藥品的這個銷售 我就決定說希望把日本所看到的所學到的呢 能夠帶回來台灣 投入整個保健的一個產業 也就是說把好的產品透過好的渠道來做推廣 我們導入了日本最完整的保健概念 補完替代醫療 那日本人呢他一向以長壽鑄成 那就是因為他們非常注重從天然食品中來攝取營養 補完替代醫療的保健概念呢 就是我們嚴選比較天然純粹的原料 那保留最精純的部分 再透過膳食補充的方式 那可以提升我們的身體健康跟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保健概念來打造出天然安全健康的產品 我們堅持在藥局做販售是因為現在一般通路 還有網路平台都有非常多元的保健食品 那民眾其實在沒有專業知識的背景之下呢 他們往往會選擇到不適合自己的產品 那我們希望能透過專業人士的推薦 像是藥師啊 營養師 能夠讓每一位消費者都選擇到適合他們的產品 因為已經合作多年 所以我們非常信賴他們的研發團隊的專業 還有他們的業務的協助 他們的產品是經由日本大廠高規格嚴謹的製造流程 提供非常好的原物量 它的研發的產品都是經過有實證醫學的 這個是我主要很信任的地方 讓我們銷售起來就非常有信心 為藥局的藥師舉辦的課程呢 除了基本的營養飲食衛教 還有健康資訊的分享之外呢 我們會不定期的邀請醫界的專家學者 像是博士或者是醫師 來分享一些專利原料資訊 還有這些素材在臨床上面的應用經驗 除此之外呢 我們每年更舉辦跨領域的研討會 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來進行授課 他們的團隊定期的會Push我們 就是做一些定期的教育訓練 我們都非常的期待 就是每一年的這種大型的年會 因為其實現場像營養師 那醫師還有一些專業的 比如說心理師 他們都會在場 然後甚至說四面八方 全省各地的一個同行經營 我們都會在這裡交流 所以說在這裡可以得到一些最新的資訊 保健產品的產業 已經從過去的這個球量轉為球質 那所以呢 公司我想務必在未來 持續提升產品的品質 加深消費者對公司的品牌 以及產品的這個信賴 那我也希望說 在公司的整個部分呢 要怎麼樣創造健康 還有貢獻社會 對重視社會的企業責任 然後也要積極參與各項 這個所謂的公益的活動 回饋社會 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協助我們的這個藥局的客戶 導入所謂的這個數位化的行銷模式 讓他們經由諮詢的管道 能夠買到好的產品 這個是整個公司未來 必須要努力的一個方向跟目標